吉梦会长回忆起自己当初在澳洲上大学时 勤工俭学的经历时 称自己洗过盘子 送过外卖 还被客人投诉过 骂过 时隔多年 昨天吉梦会长再次回到澳洲 想要找到自己当初在澳洲打工的餐厅 给粉丝们讲讲他当初的经历 一起看看吧 叫你助理给我买份地图呗 地图 我要去找一下我原来是送外卖的那个场景 我必须要拿到地图 我必须要拿到地图才找得到 我们记得那个叫什么名字 大概在哪个方位 找找看你用地图吧 不是兄弟们 我原来我送外卖是翻地图的 所以说翻习惯的 可能翻一下会有灵感 可能找得到 然后用这个软件我就很难找到 对 早期没有导航这种东西 你都是用地图 有人地图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有道法 不准 我非常不好用啊 对很不准又慢又不准 但地图就比较好 金哥清 还清工俭学对啊 那时候体验生活还送个披萨 洗个盘子 端过盘子端过菜 还被客人骂 有时候 玩到了 所以他都喝了酒的 送个披萨 我一直嘛 一直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的 被投诉过 被投诉过 被骂过 你为那么容易啊 赚点钱 没被打过 干不醉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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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